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戴着厨房眼镜顶着招牌打光头 他是香港厨神黄永志 同时也是SO酱洋芝甘露发明人 看好台湾人喜好港式料理 跨海监制 茶餐厅 除了功夫菜也推出不少吸睛点心 开幕第一天就吸引民众闻香而来 在网络上看到这家好像还蛮有名的 然后对港式茶林有蛮有兴趣的 就是有造型的 有乌龟的还有那个奶黄包 卡通普还蛮吸引年轻的 奶黄包变身小小冰波罗叉烧包 以小乌龟式人 莲子飞上酥 可爱毒破表 不只造型 又看头 价钱同样 诚意十足 港台两地比一比 龙虾西式泡饭 台湾卖360元 香港则要666元 造型港点台湾98元 香港药价119元 还有特制烧腊饭 台湾160元 香港药300元 价格便宜约1到2成 我们刚来台湾呢 我们想很多台湾人都知道 我们有一个专门做点心和消费的店嘛 毕竟信义区堪称港点密集区 信义微风除了龙茶味点 还有艺人阿伟的点点心 A11谈到茶餐厅 乙味南球 A酒馆 还有新浦月竞争 这回香港厨神来台试水温 大打价格战 薄力多销 争取更多客源 三位新闻不可思议的报道